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长安十二时辰》 作者马伯雍 演播张腾月 第八十四集 作为天子艳影欢艳之地 秦政物本楼的装潢极尽奢华之能事 楼却山出雕梁画柱 尚有飞檐玄当 终有彩灵飘涓 这样式看起来极之华丽 可一旦惊火处处皆是助燃之物 无论亭间廊下 如今都被滚滚黑烟所笼罩 冲涩着每一个空隙 像是一个疯子在到处泼洒浓墨一般 从第三层到第七层的距离不算远 可张小静的身体状况已跌至谷底 加上沿途一片狼藉 让这段路途变得荆棘密布 他咬着牙尽量避开地面上的碎瓷残板 朝着楼梯口摸去 这一路上 他看到了许多仆役和大小官员 他们以各种姿势躺倒在地 生死不知 身前按机四脚朝天 玉盘真修洒落一地 说不出的凄惨 这些人前一刻还在欢宴畅饮 下一瞬便突遭冲击 张小静还发现了一些穿着与宾客不同的尸体 有皮肤的也有龙武军的 看来陈玄礼登楼之后遭遇了皮肤的强力阻击 不过一直保持着前进的姿态 张小静一口气冲到了六楼 不得不停下来喘息片刻 今天他基本没怎么进食 只在几个时辰前吃了点素油堆子 此时腹中空空 眼前引有金星 略意低头 看到在一扇倒下来的石瓶下 竟然露出了一截烤羊腿 那羊腿烤得金黄酥染 腿骨处还被一只手捏着 看来爆炸发生时 这位不幸的宾客 正拿着羊腿准备大块朵移 结果震动一起 他还没来得及吃一口 便被压在了石瓶之下 张小静俯身把羊腿拽起来 那手一动不动 看来已然不幸 讽刺的是 正因为四周火势大起 让这个羊腿保持着温度 不至于心山凝滞 张小静张开大嘴 毫不客气地撕下一条 在口中大嚼 到底是御厨手艺 这羊肉烤得酥香松软 还加了点丁香胡椒 等名贵香料调味 竟然还浇了一勺杏烙在上面 一落肚中 立刻化为一股热流 散去四肢百汗 稍微填补回一点元气 他也是饿极了 边走边吃 一条肥嫩的羊腿 一会儿功夫 啃得只剩了骨头 张小静总算感觉好了些 攥着这根腿骨 来到了六楼通往七楼的楼梯入口 往上一扫 眼神变得凝厉起来 楼梯上横七竖八 躺着四五具尸体 以龙武军的居多 可见陈玄梯在这儿遭遇了一次伏击 袁仔说他们赶来的不过十几个人 这么算下来 陈玄梯手里的人已经所剩无几 就算他侥幸突破 那也是损失惨重 不过这也能反正 萧贵的人绝不会太多 否则这些尸体里应该有陈玄梯在 张小静把骨头插在腰间 正要登上楼梯 忽然心中一动 脚又缩了回来 第六层和第七层之间 只有通天梯与货用两条通道 一定是被盐兵把守 贸然上去恐怕会被直接射死 他轻手轻脚的走到楼边 这里的压岩脚都很低 边缘翻出一道外凸的木唇 张小静抠住木唇 脚踩栏杆 用力一翻 整个人爬上了一条 铺满了乌瓦的鞋脊之上 沿鞋脊向上小跑竖步 越过一道刁篮 便抵达了第七层 秦政物本楼的第七层 叫做摘星殿 以北斗七星辟喻七层 它是一间宣场无助的长方大殿 地板有一点刻意倾斜 北边最高处是天子御席 面南背北 其他席位依次向南向下排列 拱位在御席下手 正所谓 为正已得 辟如北尘 居其锁而众心拱之 在大殿南边 还有一条小小的天旱桥 从大殿主体连接到外面 一处宽阔的屏幕露台 两侧居是云雀 站在露台之上 可以平栏远眺 下市万民 事业极佳 露台与灯楼距离极近 刚才灯楼初起 八灯红筹 就是在这里抛出烛火 启动灯楼 可惜正因如此 在刚才的爆炸中 那屏幕露台 第一时间就坍塌下去 和站在上面 正在赏灯的倒霉弹门 摔下城墙 天旱桥同样 也被摧毁了一半 剩下半截凄惨的木架 半撬在空中 好似残龙哀鸣 张小静翻上第七层的位置 恰好是在天旱桥残留的桥头 他迅速矮了矮身子 躲在祝寿旁边 朝里面仔细观察 楼下的烟雾飘然而上 形成了绝佳的保护 这一层大殿是半封闭式的 外面还有一圈 新庆宫的南城墙阻挡 加上张小静 拼命卸去了 确乐或多的不少气劲 所以刚才的爆炸和撞击 并为伤及筋骨 没有出现死伤枕疾的情况 只是场面略混乱了些 此时在摘兴殿中 分成了三个敬畏分明的人群 百余名华福兵客 团集在一起 瑟瑟发抖 如一群鞍蠢 站在他们旁边的是十来只皮肤 手持短弩长刀 随时可以发起屠戮 在更远靠南的地方 陈玄礼和十个人不到的 龙武军士兵平举手弩 却没有向前形成了对峙 其他无关人等 诸如杂役 武姬 月班 婢女之类 都被赶到楼下去了 看来 龙武军的战斗力 还是非常惊人的 连续突破防卫 一口气冲到了七楼 从双方的战备来看 皮肤恐怕是刚刚控制住局势 还没来得及 做成其他事情 龙武军就冲上来了 可惜陈玄礼不能再进一步 张晓静清楚地看到 在最高处 萧龟正笑眯眯地把弩剑 对准了一个身穿赤黄色袍衫的男子 他头戴通天官 身有九环带 足灯六合靴 正是大唐天子李隆基 难怪陈玄礼不敢轻举妄动 天子的性命掌握在那个昔日的老兵手里 大唐律例有规定 持智者与人质同机 不过这条规矩 在天子面前就失去意义了 而诸多宾客身上 沾着大大小小的黑斑污渍 像是刚刚喷下去的 地面上散落着同一规格的机桶 不需多看 这一定是触火济燃的延周时之 也就是说 皮肤们随时可以用一点小火种 把这满堂珠子复之一具 张晓静有点头疼了 眼前这个局面太微妙了 几方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稍有变化 就可能演变成最糟糕的局面 人质又太过贵重 一点点闪失都不能有 时间上已经没法再拖了 再过一会儿 就会有无数的援军蜂拥而至 对于这一点 萧归也非常清楚 所以他肯定会抓住这短暂的时间 尽快地采取行动 打不能打 拖不能拖 这根本就是一局死棋 而且张晓静的身体状况太差了 实在是打不动 没法强行破局 唯一的办法 只有张晓静的大手 把住了断桥的桥柱 猛然用力一捏 似乎在心里做出了一个极其艰难的决定 他矮下身子 从断桥处悄悄潜入殿中 宅兴殿太宽了 人又特别多 根本没人看到他 张晓静借助那些翻倒的暗机和拖架 迅速接近对峙的核心地带 萧归挟持着天子 而陈旋里的弩箭对准了萧归 张晓静算准时机 故意先踢碎了一个瓷盘 引起所有人的注意 避免过于紧张而发弩 然后他缓缓站起身来 高举双手大声道 静安司张晓静办事 这个声音在大殿中响起 显得颇为突兀 陈旋里不由的侧头看了一眼 想起这个张晓静 之前曾经被全城通缉 然后又撤销了 刚才在楼下看到他 还不省人事 怎么此时就上来了 这让他心中略有疑惑 他上来了 袁仔去哪了呢 张晓静从腰间掏出一块腰牌 晾给龙武军的人 确实是静安卫不错 张晓静自己的腰牌 早已连着那一个小挫子 给了礼币 这块腰牌 是他从袁仔身上拿下来的 这让对峙中的士兵们 多少松了一口气 静安司的人已经到了 说明援军来了 萧龟的弩箭仍旧顶在天子的脑袋上 脸上神情不变 陈旋里全神贯注地盯着萧龟 手中的弩箭也是温丝不动 张晓静走到他身边低声道 陈将军 驻军将至请务必再拖延片刻 一切以天子性命为要 这不是废话吗 还用你来叮嘱 陈旋里冷哼一声 张晓静又道 不过在这之前 有一件至极之事 要先让将军知道 讲 陈旋里双目不移 我也是匹服 说完这句话 张晓静粗然出手 用那根吃剩下的羊腿骨 砸中了陈旋里手中的端弩 这边弩口一低 那边的萧龟立刻调转了方向 对着陈旋里就是一剑 射穿了他的尖头 张晓静下脚一钩 顺势将其绊倒 抬手接住萧龟抛过来的匕首 对准了陈旋里的咽喉 这一串动作行云流水 两人配合得亲密无间 就像是已经演练过千百次次的 张晓静骑在了陈旋里的身上 匕首须须一划 对周围的士兵喝道 把武器放下 否则陈将军就死 对此惊变 那些龙武军士兵面面相去 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 陈旋里抬头猛喝 极致勿仪 张晓静 徽掌切中他的脖颈 直接给打昏过去 士兵们群龙无手 只得纷纷扔下弩机 迅速有几个皮肤冲了过来 把士兵们捆覆起来 扔到了一边 宾客那边一阵骚动 陈旋里刚才冲上了七层 他们本来觉得有点指望 可是被这个意外的家伙搅局 瞬间逆转了局势 有人听见他自称静安卫 没想到是个内鬼 甚至忍不住骂出声来 皮肤们立刻动手 把这个骚动弹压下去 张晓静对此熟视无睹 直起身来把视线投向玉席 萧龟抓着天子的肩膀 欣慰地朝这边喊道 大头我就知道一定会来的 我来得晚了点 不晚不晚 来来 你还没有觐见过天子呢吧 萧龟大笑道 把天子朝前面拽了拽 像是拽着一条狗 这引起了后者一阵不满的低哼 萧龟冷笑一声 陛下 微臣与您身份之别 不斥骁嚷 不过 你我尚有一点相同 我们都只有一条命 天子没奈何 只能勉强向前挪了一步 张晓静扬起头来 缓缓地朝着天子走去 上一次他离开萧龟 是借口去抓毛顺 现在毛顺 于长 两名护卫都死了 萧龟并不知道 他在灯楼里几乎坏了皮肤的大事 仍旧以为他是自己人 所以 若要破开这一局 张晓静别无选择 只能继续伪装成皮肤 为此 他不惜袭击陈玄礼 只要不让萧龟起疑心 死即接近 将其制服 其他皮肤也就不是威胁了 这个举动最大的风险是 稍有不慎 就会造成天大误会 再也无法翻身 可张晓静 没有别的办法了 他一级一级朝上走去 离玉席越来越近 这还是他第一次 近距离地观察天子 天子是一位 六十岁的微胖老者 剑眉阔鼻 肩和垂耳 看他的面下 年轻时一定英气逼人 欲于天下三十多年 让他自然生出了一股威严气度 即使此时被萧龟挟持 仍不失人君之威 那一双略有浑浊的眼里 并没有一丝慌乱 就是这个人 让整个大唐国力大盛 悉心营造出 开元二十年的盛世之景 也是这个人 让大唐的疆域 扩张到了极限 威加四海 但也是这个人 间接创造出了皮肤 这么一头怪物 张晓静距离萧龟和天子 还有十步 再近一点 就可以发起突袭了 走到第八步 他的肌肉微微绷紧 努力地炸出骨头里的 最后一丝力量 要突然发弹 没想到 这是萧龟 突然开口 对了 大头 你等一下 张晓静只得停下脚步 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诺 看看 萧龟做了个手势 一个皮肤冲进宾客 从里面揪出一个人 摔在了张晓静的眼前 张晓静定睛一看 倒在地上瑟瑟发抖的 是一个头戴折罗金的 紧袍贵公子 秃鹅团鼻 脖子始终歪斜着 正是勇王李林 两人三目相对 一瞬间 把张晓静 拉回到去年十月的那一幕 第二十章 冒出 天宝三载 十月七日武正 长安万年县进宫坊 一股浓烈刺鼻的血腥味 弥漫在整个马球场上 那些脚尖的西域两马 都焦虑不安 不停地踢着蹄子 踏起一片片黄色尘土 张晓静 站在球场中央 喘着粗气 那一只独眼 赤红如丰兽 在不远处 地上丢着一把 长柄末刀 旁边 一匹身材巨硕的两马 躺倒在地 宛若肉山 他的脖子上 系着彩带 围羽束绳 彰显出 与众不同的地位 可惜 他的腹部 多了一道大大的伤口 鲜血从躯体里 缠缠流出 渗入黄土 很快把球场 浸染成了一种 妖异的 珠镖之色 此时他的左手 正死死揪着 勇王李林的发迹 让这位贵胄 动弹不得 勇王惊恐地 踢动着双腿 大声喊着救命 球场四周 已经聚集了很多人 有来打马球的公子哥 有勇王府邸的 仆从护卫 有球场附近的民众 还有刚刚赶到的 大批万年线不良人 可他们投鼠计戏 谁都不敢靠近 谁敢保证 这个疯子 会不会对勇王出手 张小静低下头 披靡着这位贵公子 文武祭死时 可也是这般狼狈吗 我不知道 我不认识他 勇王歇斯底里地喊道 他到现在 仍未从刚才的震惊中恢复 他本来正高高兴兴地 打着马球 突然之间 一个黑影冲入球场 带着滔天的杀意 用一柄巨大的墨刀 斩杀了心爱的坐骑 然后把自己狠狠地 按在地上 球友们试图过来救援 结果被干净利落地杀掉了两个人 其他人立刻吓得一哄而散 勇王没见过这个毒眼龙 心里莫名其妙 直到毒眼龙口中吐出文武祭 这三个字 他才真正害怕起来 张小静的刀晃了晃 声音比毒蛇还冷澈 在下是万年不良帅 推案刑讯 罪在行不过 既然已经查到了这里 勇王殿下最好莫要说谎 勇王被这个威胁吓住了 他能感觉到 这尊杀神什么都干得出来 他停了停急忙道 我是真不知道啊 张小静面无表情地 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小竹馆 强行倒入勇王口中 勇王只觉得 一股疾苦的枝叶 顺着咽喉流入胃中 然后张小静用一块方巾 又紧紧地罩在他嘴上 大家好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